嗨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男 张巴花是老窝的果花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但是张巴花的话 品种还有很多 这个我也是第一回听说 那这一期视频的话 给大家分享一下 前几天去望向张巴花餐厅 吃饭时候拍的一些场景 张巴花花园餐厅 中午就去这里吃饭 这里就到了这个张巴花花园餐厅 这个地方找得很漂亮 这里这里种的就是 全部是张巴花的 这个就是老窝的果花 老人这个几家好像开花不多 如果这个要是全部开花 在这个地方拍照会非常漂亮 门口进来是这样的 先看一看周边的环境 这地方还可以钓鱼 看一看 这个地方真的是漂亮 大家如果有什么妄想 就是这个地方来吃吃饭 确实还不错 这地方是这个地方的 红地堂 沙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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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这个就是张巴花 这里还搞过挺多活动的 这个大家留下来 这上面还装饰的那么好看 哈哈 这就比较有老窝特色的 老窝字看不懂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词 走过来看一看 这边还有老窝特色的 这个餐厅 帘子拉下来就 就是一个单街 转一圈看一看 我还是第一次来 在旺巷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说很少 发现这些漂亮的地方 上地六十五还挺大的 这个是在四五一大带 正好你回去的 要路过这里 这个就是张巴花的 那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种颜色 哇 地盘挺大 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 这一种雅座 怎么样还有吗 这个地方 过来老窝旅游的话 在这个地方吃吃饭 还是不错 非常有老窝的特色 全部穿的都是老窝旅游 全部穿的都是老窝旅游 这里面还有个花园呢 这个要是全部花开满就漂亮 全部是老窝风格 老窝特色 它这些服务员穿的都是老窝的服装 这里面是一个什么 小卖店 司机都是亮掌 你好你好 地方挺大 我都要跑出去放个电池 我都要跑出去 然后我这个东西 都要跑出去 我都要跑出去 发生一个东西 噢 去 月